这群人全都诧异地望向夜空 只见一抹诡异的绿光正在不断扩散 突然 这些被困在远古大陆的人 猜测昨天落下的飞行器 很有可能是来营救他们的 望着远处因为坠机而燃起的烟雾 众人明白无论如何都得去看看 这或许是他们逃离的唯一希望 很快五人小队轻装上阵 准备前往坠机地点了解情况 中途经过树林时 发现一个打开的降落伞 接着不远处传来哭哮声和枪声 就在大家请接时 从林中钻出来一位男子 正是失事飞机的驾驶者李维 一副见了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乔治和他也很熟悉 连忙向同伴们介绍李维的身份 大家听完后很高兴 他果然是过来救援幸存者的 不过李维当即就泼了盆冷水 当时飞机失控 他是跳伞逃生的 至于还能不能飞回去 得找到飞机确认才行 一行人顺着烟雾的方向继续前行 细心的依附察觉李维的状态有些不对劲 追问下才发现 李维在降落时手臂受伤了 好在不是很严重 半吊子医生来历终于派上用场 还算麻烈地替他包扎好伤口 说来也巧 天坑外的依附老公家文 此时正好通过幻象 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幕幕 他此行正要前往救援指挥部 寻找负责人安娜 顺便将李维还活着的时告诉他 就在刚刚 他所在的房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 显然是遭遇了一场避震 气象局发来短信提醒 震中就在天坑附近 嘉文猜测 这难道和李维飞机失事有关 于是他立马开车 准备去寻找安娜问个明白 可当嘉文来到办公室时 发现他并不在 桌子上放着一份关于自己的档案 于是忍不住好奇翻看起来 就在这时 安娜的搭档突然出现 嘉文立马收起档案 并告诉他李维还活着的消息 想要搜救队改良飞行器 继续潜入深坑救援 搭档并不怀疑嘉文的说法 可想要再派飞机下去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专家已经确认 刚刚出现的地震 就是飞机失事造成的 现在他们不敢再冒险派飞机下去了 谁知道还会不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 嘉文见对方态度坚定 只能先行离开 还顺带拿走了桌子上面的档案 回到家后 他立刻研究其档案来 里面有一张安娜和陌生女子的合影 时间恰好是自己坠机时 沙漠天坑出现的日期 关键是还特意标注了第四次活动 说明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天坑 这也就意味着 有更多寻找妻子的入口 现在安娜联系不上 只能试着寻找照片上的另一名女子了 好在照片上写着她的名字贝卡 嘉文女儿试着网络搜索 居然还真的找到她的住址 看样子她也不是寂寂无名之辈 于是嘉文决定立刻动身 去她家里拜访 天坑中的依附一行人 还在前往坠机地点的路上 就快到达时 不幸被河流拦住去路 衣服用木棍试了试深度 觉得可以通行 于是她拜头下水 准备横穿过去 可他们并未察觉 是里面有着怎样的恐怖存在 这个女人在水中刚走到一半 忽然感觉有东西碰她的腿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条巨型蟒蛇 她整个人瞬间就被拖入水中 一旁的李维健壮连忙潜下去 可惜并没有跟上 忽然水面泛起雷雨 蟒蛇卷着莱莉泛起水花 李维立即再次潜入 只见水中传来几声闷响 莱莉总算获救了 而巨猛则被李维射杀 这次意外后 众人顺利找到实时飞机 李维第一时间钻进去 谢天谢地 飞机还能上电 可以表盘显示 右侧压缩机损坏 想要修复几乎不可能 换句话说 这飞机现在就是个铁壳子 众人将里面有用的物资 全都搬下来 准备带回营地去 这时候 飞机上的雷达忽然检测到 五公里外有一处信号源 李维无法判断这是什么 但很有可能有人在那里 于是衣服立马决定 今晚就地扎营休息 明天一早前去查看 身处营地中的幸存者们 此时也没闲着 有人尝试着维修报废的车辆 还有人去附近丛林中打猎 这次他们收获不错 抓到好几只兔子 就在长发小哥回铺位拿工具时 忽然转过头来 像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靠近 不远处的卷发姐和她妹妹小丽 并没有任何察觉 还在自顾自的斗嘴 不知什么原因 卷发姐一直要求妹妹在其他人面前装成哑发 可小丽很想和人正常交流 于是两人越吵越凶 最后小丽一气之下就跑进树林中 忽然她发现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慌乱下被绊倒在地 定睛一看 正是之前还活生生的长发小哥 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全身长满鬼一线条的尸体 伴随着小丽的尖叫声 很快大批幸存者赶到现场 警察马尾姐最为激情 询问小丽有没有看到什么 不过小女孩紧急姐姐的要求 在众人面前始终未发一言 卷发姐健壮 连忙带着妹妹离开这里 不过事情还没解决 大家心里难免有些恐慌 这人死得不明不白 自己会不会也和她一样 前海报突击队员大卫 虽然大病处运还有些行动不便 但此时还是站出来 让大家先行离开这里 等她试检完确认死因再说 这个男人的死法十分诡异 全身不满红色线条 只有少数地方有轻微烧焦的痕迹 曾经参过军的大卫很有经验 认出这些线条 就是所谓的利西藤贝格图像 这是被电击后产生的典型特征 可这里从没出现过自然闪电 而且在远古时期 也不可能有人工发电 那么死者到底是如何被电死的呢 现场几人全都陷入沉默中 警察马维姐建议 还得找第一目击者小丽问得清楚才行 精神科医生小黑这次能派上用场了 她和孩子沟通十分有一套 决定等明天小丽情绪稳定后再去询问 很快夜幕降临 这群幸存者不敢再单独行动 全都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 而此时的依福和李维 这对曾经的地下恋人 终于有机会单独相处 依福一开口就责怪李维一走就是两年 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来 李维还算厚道 他当初就是觉得对不起好友嘉文 才选择离开这座城市的 可直到现在 依福还是对李维有些念想 原来他丈夫嘉文一直以来的妄想症 让夫妻二人的感情早就破裂 两年前就开始分剧了 听到这里 李维将嘉文委托自己转交给依福的婚件拿了出来 并告诉依福 嘉文看到的幻象并不是妄想症 而是真实发生的 依福掉在这里的婚戒 就是他根据幻象找到的 依福听完后瞬间呆住了 根本无法消化 这则惊人消息 直到第二天 依福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并且十分自责当初错怪嘉文 这时候李维又来补刀 告诉依福 嘉文其实已经知道他们之间的事了 这下依福彻底崩溃了 很快众人到达信号发射地 想不到这里居然是一处村落 外面有土墙保护 就跟一座简单的堡垒似的 阿里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公元前一万年虽然有土著 但是绝对造不出这样的房屋结构 几人忍不住心中好奇 决定深入进去探索一番 而这村落的大门上 赫然印着一个血红的手掌印符号 与此同时 小黑正在询问小丽 有关昨天男子遇害的事情 想不到小丽果然看见凶手了 原来长发男是被一个人类杀死的 可当小黑让小丽描述凶手羊毛时 小女孩再次陷入恐惧当中 旁边的姐姐健壮就要将她拉走 可还没走多远 小丽就挣得过她 马威姐惊讶于小女孩开口说话的同时 更是忍不住上前询问凶手的具体特征 这时候小女孩只答出一句话 天坑外的嘉文妇女也终于到达贝卡家 这是一处僻静的牧场 让人意外的是 一直联系不上的安娜也在这里 嘉文说明想要通过其他天坑寻找妻子的来医后 安娜却告诉她 除了洛杉矶的天坑 之前出现的天坑已经关闭了 这下嘉文彻底陷入绝望中了 水之一旁的贝卡表示她有办法 只见她带着嘉文来到一座秘密仓库中 想不到这里还有一架飞行器 而且还做了改进 不会再出现类似李维的事故 嘉文十分好奇贝卡的来历 原来她和安娜一样 曾经负责过沙漠天坑的探索工作 当时她还送了一队人进入天坑 可惜人还没回来 天坑就关闭了 贝卡也因为这件事成了被国侠 丢掉了指挥官的工作 但是她并没有放弃 还在寻找机会探索天坑 现在飞机已经准备好 就杀飞行员了 想不到嘉文这个飞行员 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这也许就是天翼的安排 这次嘉文能否成功进入天坑和弃子相聚 而应有血色手掌印的村落 到底是什么来历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 别忘了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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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